台湾的外送行业越来越兴盛 事实上早在30多年前 高雄就有一位鲁味老板 他每天晚上提着铁盒满街绕 酒吧 KTV 通通跑 亲自为客人提供桌边服务 这位台湾最早的外送小蜜蜂 是如何发展出他的鲁味版图呢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 我们就丹林认识这位鲁味夜行侠 做这个生意就是要 什么都要快 要骑车 骑车要快 但要注意安全 剪的要快 说想快 赶快 赶去下一趟 你好 师傅说滷味吗 我这一桌要叫滷味喔 看你们要吃什么 要大辣 小辣 中辣 微辣 我不要辣 我们辣就很辣 我不要辣 不要辣 你也不敢吃辣 咸香有味 有肉有菜 一桌剪锅一桌 桌边服务 每桌停留最多十分钟 然后宝哥又拎着招牌铁盒 骑着机车往下一站去 晚上八点多就开始了 接近十一 二点就开始 比较高峰 十一 二点大概都去喝酒 只有他才可以进到五星级酒店 对 其他人都不太有办法进来 没有老板的价值 卖滷味可以卖到这么出名 也不简单 我跟你说 南平路 你滚 好 他不知道他已经处理完了 他刚好在附近 晚上都还是要调度 对 看哪一位外送 离那个地方最近 就先过去 这样才会节省时间 对 所以现在一个晚上 有几只小蜜蜂在罩罩 五只 对 夜幕低垂 霓虹闪烁 三十年来拎着五味 咒服夜出八大行业 要说高雄经济的美丽 哀愁他最知道 现今当道的外送员 恐怕也都得叫他生师傅了 但其实最早是在夜市摆摊 晚上的时候他大概卖到 一点多回来 可是那都赚不到什么钱 大概只有赚差不多一两千块 然后晚上还以后 他的所有的篮子 锅子 那个篮子都是一个一个的 要低一点乳吃 都很难洗 全部都做法型 结果宝哥突发奇想 干脆主动出急 把乳味再到人多的地方卖 酒店老板吃到 觉得特别好吃 就让他进到里面卖 撒零又撒零 我觉得这个脾气真的是很好 从小到大 从来不发脾气 不发脾气的 从来不生气的 他原本是你笑笑的 好脾气不多话的他 总恭恭敬敬的把乳味送到顾客面前 这一脉不得了 从此卖场成了酒店 舞厅 KTV 俱乐部 甚至是侦察队 派出所 还有政商界聚会 所以一船是十船百 所以到现在大概高雄是百家以上 都知道黄哥如何 人生剧也很难讲嘛 对啊 对不对 能够活到现在 做成这样也算是满意了 反正也没什么大野心 能过就好了 开开心 黑白通吃 那是个台商齐聚的全盛辉煌年代 这一回悠悠说着 是对现况的随意而安 他的世界其实早比高雄还要大 当完兵就到沙烏地阿拉伯 管理面包工厂 在那边生活实在很枯燥 因为也不能去交女朋友 什么都不行 因为那边男女管制的员 然后有 我记得有一次 有女孩子在那边经过 我想跟她打个招呼聊过天 她马上就跑掉 因为他们实在很担心 会有这种问题 软式面包到了中东国家 大受欢迎 工厂运能开到最大 他大赚美金 三年后却被炮弹赶回台湾 那个时候是因为正好 发生伊拉克战争 那时候是听说 我是在击打 然后那个时候是听说 已经在立雅德那边 已经快到立雅德了 所以我们都很紧张 那我们那时候台湾的 台湾在那边的人就 趕快人撤就撤怀了 怀以后就没有回去了 那个时候那边的老板也在找我 他就叫我回去了 我才不要回去了 太无聊了 回到台湾跟着亲戚学做 工夫菜很提 酱汁太香 试着把食材放进去卤 结果初期的好吃 才会和妹妹在夜市卖起卤味 你写 鸟蛋也是卖得很好 肉 这个肉很嫩 这个肉很好吃 所以这都三十年前的排行榜 跟现在都一样 对 都一样 来的话都会必点的 中药香扑鼻 每天下午三十几种菜色 如好放凉 就依序放进铁盒里 没想过销售美学 或许是种怀旧风 怎么摆就是锡巾 铁盒耐壮可以分层 长宽又刚好可以放进 机车脚踏板 就这么成了小蜜蜂的招牌 那时候 这样子外面酒店跑比 买餐速度快得多 叫的份量就很多 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以前 最高纪录一间就全部卖 动辄三十公斤的铁盒 年纪大实在难以招架 现在有第二代小蜜蜂 壯王 宝哥把大半辈子的人脉 都交给大徒弟浩子 主要就是他钓度 我现在都交给他钓度 现在徒弟是浩子 对 所以压力的话很大 其实还蛮大的 有时候真的很忙的时候 那尽力而为 跨年真的完全都跑不太動 而且每個人 真的都會有七八肩要跑 鹹香下肚 多年來不知道暖了多少夜歸人 你好 寶哥滷味來了 來 寶哥 來 切滷味的速度要快 這個影響到你賺錢的速度 那個我們的豬腦 招牌的 那不錯 一盤切個十分鐘 二十分鐘 那你賺錢的速度就很慢 我一盤大概都五分鐘就解決了 用心算 用頭腦再去計 切下去那一刀就是在算錢的 沒有 他本身可以單點 而且他們本身的味道 都比較入味 喝酒的人本身 他都喜歡配鹹跟辣 穿梭八大場所 人客白白種 也曾遇到兄弟亮槍 接近死亡 但行有行規 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神已知道 寶哥用青春傳授土地 反正看到有什麼中途 我們就笑笑帶過去 就順著他就好了 要不然這麼... 要不然三十幾年下來 如果來硬的 我只不知道躺平幾次了 但小蜜蜂也有飛不動的時候 未雨綢繆開了實體邊面 要讓這群夜行俠 儘管霓虹燈不亮 也能繼續展翅高飛